嗨 大家好 我是阿森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宋代的墓葬群 它就在我的身旁 这里有三个墓石 那这是一个家族的合葬墓 据说里面埋葬的是当时的一个达光贵人 他为朝廷做出了许多的贡献 死了以后就埋葬在这里 不过现在墓主人已经被迁移到了其他地方 但是这墓石里面的这些雕画和他的一些雕刻 非常的精湛 走 去看一下 这全部是在大青石上面雕刻的浮雕 进门这里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武士 他们手拿着大剑 表情栩栩如生 就站在这里守护着墓主人的平安 而底下这里能看到有一些灵兽 这些灵兽常见的就是青龙白虎 朱雀还有玄武 而这里就雕刻的是龙 它里面的细节雕刻的非常的精致 古人相信这四灵兽 它是重要的方位的信仰 所以在许多的居家风水学 还有一些像商障里面 常常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些雕刻图案 这上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菩萨还是神仙一样的人物 好像飘在空中 上面有两个像仙女一样的人 他们手上捧着花瓶 里面还有花 下面是仿木结构的斗拱 这里还有文字 不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下面雕刻的是两个侍女 他们的脸线看不太清楚了 中间那个椅子 应该就是墓主人所坐的地方了 真是特别的漂亮 来看一下这个 同样在金门的两边都有武士守护在这里 这两个武士呢 他们拿的武器又不一样了 这个浮雕看上去不太像是一条龙 有点像是另外一种神兽 上面是孔雀的雕刻 有两只相同的孔雀 好像是在看什么图案 这些细节特别的丰富 看上去特别的复杂 有仙鹤 中间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仙桃老人 旁边这里还有乌龟 猴子 下面都是一样的 不过里面的那个侍女 好像是被破坏掉了 还是被倒走了 现在就只剩了左边一个 来看一下第三的一个墓室 这个武士看上去特别的重硕 这个里面并没有灵兽了 而两边都是 像甲山和花卉一样的图案 这边也是 这里还有一只灵兽 特别的小 不过呢 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动物了 龙雕刻在这里的 它是树则雕刻的 同样也特别的精美 这边应该是白虎 这一个白虎 他的眼睛和嘴啊 看上去特别的凶猛 这里有两个侍从 不过他们的头部都被破坏了 中间的这一道门打开以后 不知道是不是墓主人呢 这是特别的神秘 好吧 这个宋代的古墓呢 就是这样了 从这些精湛的雕法都能看得出来 古人把这些大青石 变成了一个艺术品 真是太厉害了 那差不多呢 这里就是这样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